哈喽,我现在在北京,然后呢是刚刚参加完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版的媒体品鉴会 那么品鉴会结束之后呢,我就直接拿到了这部机子 所以现在呢就马上给大家开箱看看 好的,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版的这个包装盒啊 包装盒呢正面啊有一些圈圈,看到没有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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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的中间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指纹的标志 就预示着这是一个屏幕指纹版 这个打开这个盒子呢就能看到这个手机本机 我们先可以把它放一边啊,这个也算是老规矩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这个先放一边 当然上面啊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呢是说使用非原装的保护膜,请勿遮挡红外光明区 那么红外光明区呢用的作用啊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个面部识别的 那第二个提示是使用非原装保护膜,请勿遮挡屏幕指纹区 那屏幕指纹区啊这里就指出了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那么大的一块啊,你的手指放上去就差不多 那机子先放一边,我们看看这个配件啊 这个配件其实跟Vivo X20 Plus的普通版是一样的应该 这是充电头,充电头是支持5V 4.5A的输出 这个是耳机,耳机的话呢同样的 这个Vivo X20 Plus的屏幕指纹版呢也是支持3.5毫米耳机孔的 再来看左边啊,左边一个卡针 再往下呢是一个快速入门指南 接着呢就是数据线来 好,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去,我们来看一下手机本身 点下电源键开机,在等待开机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过一遍这个手机的外观啊 整体的外观呢其实是跟Vivo X20 Plus 普通版是一毛一样的 包括什么呢,我们这旁边的电源键,音量键,还有双摄像头 另外呢,顶部就是一个降噪麦克风 底部就是一个3.5毫米耳机孔 再加上Micro USB接口,还有扬声器 那么另外就是机身左侧这个新米卡卡槽了 现在这个Vivo X20 Plus的屏幕指纹版已经开机完毕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是什么呢 就进入到设置的什么呢 指纹部分 那我们先设置一个密码 密码是什么好呢 66666好,全都6 好,那现在就进入这个录入指纹的过程 那么首先啊,当然要先把我这个已经出满了手汗的手先擦干 在这个地方擦干 然后呢,我们来试验一下这个录入的过程 其实我目前的力度是非常的轻的 就相当于轻按,但是屏幕上有提示说 稍许用力按压呢,识别的效果会更佳 那我就听他说,稍许用力的按压一下 其实按压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 反正就是跟普通的录入指纹一样 有一个振动在提示你已经录入了多少 录入了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在录入的过程中呢 我给一个特写啊 这个屏幕指纹识别的这个部分呢 还会发光 大概就这样子 你们看到,发光 我刚才手指没怎么放对 所以他会提示说将手指边缘按压在指纹识别器上 感觉到振动后移开重复此步骤 那我现在是在录入我手指的边缘部分的指纹 我刚才没有数次数啊 希望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顺便看一下我到底录入了几次 感觉应该也是在十五六次左右 目前录入了一个指纹一 在录入指纹的过程中呢 我就想顺便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了 包括什么呢 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问到说 他想知道这个Vivo X20 Plus 屏幕指纹板能录入几个指纹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测试吧 因为他还真没有告诉我 他在系统上没有直接告诉我 我能录入几个 所以我现在直接就用最蠢的方法 一直添加一直添加 添加到他不能添加为止 好答案出来了 就是跟平常的一样了 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板呢 也是只支持录入五个指纹 那现在呢 就可以看到12345都在这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验证指纹 来一一的验证 你哪个手指对应的是哪个指纹 那么在录入指纹之后要干嘛呢 当然就是解锁指纹了 先把这个屏幕给熄灭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你在熄灭屏幕之后呢 稍稍有一点点动静的话 屏幕就会出现一个指纹的模块 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刚才开启了一个 运动识别的一个东西 我只要稍稍的将它挪一挪 它就会突然感受到这个 激动了之后啊 就会出现一个指纹在上面 这个时候你把相应的手指往上面一点 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动画 那个动画就充满了科技感 然后就解锁了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 稍微一动 一动 对就有一个动画出来 有没有看到 其实解锁速度还蛮快的对吧 只是说啊 你需要把这个手指放在这个指纹识别模块上面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解锁 而我我我我现在看看啊 就把手指快一点的挪动 看看会不会能够识别呢 比如我刚才轻轻的碰了一下 其实如果你用过这个Vivo手机的话应该知道 假设啊 这是背部 背部指纹识别的那个版本的话呢 其实在C屏状态下 只要轻轻的一碰 你有可能就已经解锁了这个手机 但是这个屏幕 屏幕指纹板呢 就好像没那么快 你必须要把你的手指呢 放在这个屏幕识别模块上面 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摇动一下 然后大概就是要那么长 接下来呢 我要根据大家在微博上给我的一些 关于这个机子的疑问啊 进行一些解答 那么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到数据接口跟NFC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 就是数据接口啦 数据接口还蛮多人提到的 这个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板呢 刚才也说到了 依然是藏micro USB数据接口 然后呢 我在设置上设置里面也找了一下 并没有找到NFC的开关 然后第二个问题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 能录入几个指纹 那刚才我已经给大家 切身的做过了一个实验 那么就是五个 第三个问题 问的比较多呢 就是指纹能够解锁的触控范围 这个问题啊 问的蛮有趣的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这个 能够解锁的范围 那么其实大小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我稍微的这样换一框手机 你们就知道 这个能够解锁的这个范围 就是这么一丢丢 但是呢 我想试一试 我如果用手指碰触它一小部分的话 能不能顺利的解锁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用这个手指碰触它一部分 就相当于是有点像是右下角的那一部分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是可以解锁的 对 我现在试了 一下还是可以解锁 我们来换一个手指 换一个角度 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握另外一个地方 就它会提示说 请完全覆盖指纹识别区 再试试看 还是可以的 就偶尔会出现那种 请完全覆盖这个指纹识别区域的提示 那么第四个问题啊 就是指纹解锁的准确性 其实准确性的话 已经对我来说 已经是相当的高了 比如说你现在 把它摇醒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它就会解锁 并没有出现说解锁不了的情况 除非啊 除非 有个问题就是说 你可能还不习惯 它的解锁位置在哪 在你摸索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碰触完整它 所以就会变成了一个 请稍作停留啊 或者是请完整的覆盖 这个屏幕指纹部分 这个提示 那么第五个问题啊 也是蛮有意思的 有网友问呢 是否有那种线性马达 也就是说你在按下去的时候 会有特殊的震动 那答案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在解锁的过程中 也就普通的 有一个水滴声 在提示你解锁 然后关闭屏幕 那就这个争议 并没有那种线性马达 那种震动的感觉啊 那么第六个问题呢 就提到了一个啊 就是识别的区域 是否有色差 就是识别区域 屏幕是否有色差 那么我们抛开 它的实现的原理来说啊 就我实际的观察来看啊 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答案 是没有色差的 除非呢 就你的手指手汗很多 然后天天在这磨啊磨啊磨啊 把这个外屏的玻璃给磨花了 估计还真的会看出有一点点色差 不然的话呢 其实它本身是并没有色差的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跟软件交互适配的情况 那这个其实也蛮多人关心的 毕竟呢 在这个评定会的过程中呢 我们Vivo的这个负责人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Vivo X20 Plus 屏幕指纹板呢 跟微信还有支付宝 已经搭上了座 在这两款 在这两款应用上面呢 是可以完成支付操作的 那么它在使用指纹支付的过程中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 微信的话呢 涉及到比较多的 就是给某些人转账 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一个鳖 我们给他转个一毛钱 让他开心开心 转账说明呢 就说我在测试吧 点击了转账之后呢 就会弹出一个界面 其实跟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指纹识别 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它在屏幕的底下呢 又显示了一个 跟我们在解锁屏幕的时候 一样的一个显示区域 告诉你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指纹识别 那进行识别之后呢 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支付 当然似乎这个地方 网络不是很好 那下一个边 到底能不能收到这个转账呢 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呢 先把它切换到支付宝 这支付宝呢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这个界面 大家关心界面的问题 觉得挺简单 我们从这支付宝 支付设置这边 直接点击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应该会叫我验证 我的指纹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估计是网络出了问题 理论上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让我验证指纹的一个东西 OK 网络不给力 这个不怪我啊 这个真不怪我 这个只能怪这个酒店的网络不给力 OK好 网络已经连上了 那么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识别我的指纹 我们这次用这个食指看看 正在校验 OK 这就完成了 那我要输入这个支付密码 支付密码 当然不能被你知道了 对不对 好 我切换回来看看这个付款了没 真是一个漫长的尴尬 我连转个一毛钱给笑一个憋都要转那么久 所以这个网速差还是有点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相当差的网速面前呢 我们就结束今天关于这个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版的开箱过程 如果啊 如果在你看完我七个问题的解答之后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也继续在我们的各个视频的账号 或者是我微博的账号啊 继续给我留言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惊喜 最后要送给大家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 我刚才在发布会签到的时候呢 拿到的一个纪念品 这个还蛮特别大 我个人觉得 就Vivo做了一套东西 告诉你这个 可以说是钥匙的进化过程吧 这是一块有点像板砖一样的东西 后面呢 也印着一个Vivo的logo 那这个东西呢 欢迎来我的微博 at江维 转发我这条视频的这条微博 然后呢 我到时候会再转发这条视频微博的网友里面抽出一位 然后送出这份奖品 当然除非你住在火星啊 不然一般都会包油的 好 就这样 我们这次关于这个Vivo X20 Plus屏幕主人版的开箱呢 就到这里 老规矩 如果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记得跟我留言 然后跟小凡一样 记得给我转评赞哦 好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